第一尊就是一個 觀音的玉像 那這個玉佩呢 其實我相信戴起來 男生戴起來 人家說 男代觀音女戴佛 大小還滿適合的 還不錯 透度也有 然後水頭也挺好的 來 說說看 什麼時候買的 這個是在2018年 因為我們當命理老師 常常會跟客戶去 一些浴室古腕店 古董店找一些 對客戶有加分的 有這個服務是不是 那當然付錢就有了 代客訓寶 代客訓寶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跟一個客戶到高雄的浴室 去找幫他 對他有加分的一些寶物 在找的過程當中 就在一個攤位當中 看到一個很喜歡的 那當然客戶就買了嘛 重點就在於 那個老闆可能是怎麼樣 他就拿了這個玉佩 來跟我講說 大哥 這個女適合喔 會幫你改運喔 所以呢我 當然我是很 幫忙弄舞 對 然後我 我都聽你老師 你還在那裡跟我說 玩工 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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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 我自己看了這個玉佩 覺得還滿不錯的 質感也還滿喜歡的 你不是因為老闆說那些話 絕對不是 對 然後就 是... 有感應啦 聊了之後呢 他就那個把尾數去掉 用整數 然後就 兩萬塊錢 對 他就把他買回來 兩萬塊錢 重點是 他買了之後 還真的幫我改 因為隔年我會去開車 在轉彎的時候呢 跟一個機械 燒車 撞到了 撞到怎麼樣 那個騎士 桌到我的引擎蓋 機械卡在我的引擎蓋 就這樣過去 人車都沒事 是我的引擎蓋 凹了而已 人車都沒事 對 要不然 人車都沒事 是最好的事情 要不然人受傷 你看 使車子怎麼樣 都沒有關係 是... 沒錯 對啊 還真的咧 就在你買這個前面 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都佩戴都感覺很 有感啦 有感 有感應了 對... 心裡比較安定 擋災囉 我率力向擋災 擋災化炒 是... 不然很麻煩 所以這一個玉佩 對老師來講 有一個 我覺得是緣分吧 本來是帶客戶去找嘛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自己也繳到飽了 還真的能擋災 第一件 趕緊幫您評估一下 來 請建架 不錯... 第一件就買對了 好 買了 這是一個典型的 我們叫兵諾種的觀音 那這觀音是白匪的觀音 那現在這個白匪的觀音 跟各位介紹一下說 我是救這個東西啦 是 那神力的話 就不在我的建價範圍之內 真的 對 太難以辜了 就說車撞到不然如何 中國就不知道要怎麼加 要付證書的 那但是咧 我們就這樣的一個品質來講 就是它的這個 第一個 然後面相也不錯 然後雕刻兩邊 但是所以說 我們就會建議 假如您現在喜歡這種白匪 它的確是一個 很不錯的入手點 只是我會建議您再買 因為一樣的錢嘛 比如說你以前買兩萬塊錢 那現在你可以用兩萬塊錢買更高的品質 多一點 甚至你把它預算 稍微提高一點 我舉例講 像這樣子來講 你就會可能好一點 再透一點 小一點 對不對 但是它透一點 它價格會 差不多 的時候 那我覺得就是 我們去選擇比較透一點的 是 然後你買的時候咧 您就記得帶著筆登 對 稍微拉遠一點 這樣照射 這很重要 老師的間界都沒有裂痕 很好的 那像這樣的話來講 我們就會建議你拿著的時候 你要手會晃動 或是拿這根筆 很明顯的看到 透構 那假如說 這個能夠的時候 放光的 放光的反射很好 假如能夠起銀光 它就是光更聚集的話 那更好 那當然價錢的問題 我只是說 目前來講 就您可以嘗試性的到浴室場 去哪裡很多珠寶店 老的珠寶店 它有邊邊角角的擺一些 這種白匪 那您可以去嘗試的去選擇 但是要記得 對啦 因為有很多 類似的白匪的東西 也跟這個很像像 我們就需要 要有證書 很重要的 好 那趕緊幫老師看 下一件寶物是什麼呢 看起來是女生戴的 是 剛剛沒自己的 對 這顆也太膨了吧 你看 很厲害耶 誰那麼幸運啊 可以帶這麼漂亮的相片 這我媽 沒有像太太 對 話說 安太歲不如 安太座 比安太歲還重要的 就在這邊 對 對啦 這個是在十五 三年前 那時候是結婚十五週年 三年前結婚十五週年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工作關係 忘記了這件事情 結果呢 那一段時間 他在拖地的時候 就會故意 敲個桌子大聲一點 洗碗的時候 故意放大聲一點 很明顯帶著情緒 對 然後這樣奇怪 你最近怎麼了嗎 後來 一跟他關心了之後 才知道原來 你忘記 重要的日子要來的 是 所以為了要贖罪 趕快安太座 跑去珠寶店買了這一組 可是太太是屬於 會帶這些東西的人嗎 平時 女生呢 帶不帶以後 她自己決定啦 我是覺得說 我們心意要趕快展現出來 看得出來廖老師 是純純欲動 廖老師 送太太這種東西可以吧 跟糖果一樣大 你看 靖怡 你看這個款式 你會喜歡嗎 我本人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點太多 太亮了 你會覺得是歐巴桑在帶的 安太座 一定要了解女人的心思 讓他更年輕 讓他更年輕 更漂亮 漂亮的 今天我 你生日我送這個圖給你刮 你會看我刮起來好像二十歲 他如果正常說 你明明刮起來好像五十歲 他才說二十歲 你不是得罪他嗎 那怎麼辦 要去上廖老師的課 當然 這有時候 心理 我說物理化學 這個變化很奇妙 女人耳根子軟 為什麼呢 因為你講好聽的 什麼時候會耳根子硬 催眠 就是直男作為 你知道 老師就是這樣 所以買了這個 他覺得這個心意 在於我覺得夠豪華 他覺得說豪華 就是一切 對 當然是 老婆看了就會開心 這麼豪華款 你買了多少錢 這個當時在作法店 幫他討價還價之後 很有誠意啦 對 老師 很便宜耶 對 五萬八這樣子 這麼豪華款 那個高老師 其實老婆 只是想要喝一點點 肉末湯 結果妳就買了一條豬回來 你還是覺得他Over對不對 太豪華款 這 豪華這麼豪華款 才一萬八 我就幫你解釋 是 剛賣觀音兩萬對不對 這個那麼膨耶 那麼大耶 色情 水頭不錯 放光也好 上面還有一個 你看綠色的 綠色的寶石 對啊 然後又整個台子 那麼多碎賺 一萬八這裡面倒也沒貴 你在哪一家豬寶店買的啦 在哪邊高雄 台北 高雄 高雄 在高雄 佛心買的 高雄有可能喔 如果腹下面那麼高嗎 太太有沒有去做過鑑定 或者是 這我不曉得耶 他就是有付給老師一張證書 有一張證書 對 但是你也知道在我們節目裡面 就算有證書 貼到鐵板的也很多 沒錯 會不會今天 貼到鐵板的第一件就這一件 趕進幫師母看一下 來 請建價 一萬兩千元 你看 哇 這個價格 因為像這樣的物件 所以價格很大很大 首先要跟各位報告就是 第一個它這個台是銀台 銀的 那旁邊香的是蘇聯鑽 蘇聯鑽 業者叫蘇聯鑽 是 那這個店家對消費者講會叫 或者直接講 其實它不是告石 它是蘇聯鑽 它只是跟告石一樣含有 好 這個是題外話 那這個中間 這顆是一個十英子的 我們稱為水墨浴 它是十英子的 上面這一顆呢 它是一個含各的綠玉水 那這個綠玉水 前差不多大約 五六年前在台灣很風行 是 這被稱為叫做翡翠藍寶 其實它是有背景的 那這個整體上來講 因為它這個是銀式 那這個東西其實 普遍性來是滿多的啦 那我看 老師說 我們是用現在來講 您花一萬兩千塊 一定可以買得到 它進貨的來源的成本 它過了好幾首 而從這個第一首的 廖老師的批發上 拿到手的直接賣給您 可能可以賣一萬二 經過了賴老師 經過了小賴老師 就...就...就賺一圈 兩萬多 兩萬三成本 比喻... 廖老師剛剛都冒冷汗了 怎麼了... 我就主意是這樣這樣講 他送到這邊來喔 害我那緊張一下啦 因為我都賣貴重寶石的啦 像這種物件 你說你在高雄的珠寶店買的 有可能 有可能你會買到這樣的價格 譬如說 我現在就搜尋那個 電視珠寶的購物頻道 這個物件... 他買這個物件的時候 他說怎麼樣呢 他說這個外加什麼呢 外加綠幣翼的手鍊套組 約十六顆啦 然後再送天然紅寶石 透鏈組 約十五顆啦 全部才一萬九千八 那你這個物件來講的話 三個算一算 這個才六千多塊 購物頻道 因為它這個是大量的物件 十英組合 那有可能你在高雄買 是店家會從購物頻道裡面 買回來 然後放在店家裡面賣 但是我要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這樣的領域 所謂我們叫中等 中下位 價位的這個珠寶 鉤平大概是屬於大量的 丟出去 它進貨已經很多 好好壞壞 好坑的中連金 對啦 看你的運勢 這個好好壞 但是這個店家一般買的話 它會稍微平管一下 目前來講 這個領域它的東西 大概這個價格 對 它不會說太貴這樣 就確定你買貴了啦 台灣最早期的這一種購物 是什麼東西你知道 是貴重寶石 都是 都是鑽石 最早我跟那個誰 中字郵購 最早是中字郵購 那個書叫什麼 中字郵購他們 我跟他們配合 他們那時候就賣 三十分的鑽石 然後戒指那個戒尾 你要我上面有畫圈圈 然後你用線 線去合你的手圍 然後再來把它拉起來 看看是不是剛好那個手圍 那我就做給你 最早是賣貴重寶石 後來我們這種購物頻道 因為網路散播得多了 反而你在上面 推銷了人 以前是看不到人在推銷 現在是看得到人在推銷 所以呢 人長了美 我覺得高老師 你可能是因為那個 那個人整個漂亮 戴起來美 哇 深深的什麼都 馬上買單 就買單 馬上買單 有可能是這樣的演講 出手真的要小心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